接種疫苗前 護理師仔細衛教 家長專注聆聽 等等要陪同孩子打疫苗 學校細心防疫 分流讓學生來 有小朋友可能有點緊張 一打完放聲大哭 媽媽趕緊秀秀 兒童疫苗開打了 這次鎖定的是6到11歲的兒童 首先登場的是莫德納疫苗 他的接種劑量是成人的一半 兩劑的間隔要12週 接上來還會有BNT疫苗 而最近到底該不該 讓孩子打疫苗呢 可能很多的家長都難以下決定 很多家長對於孩子的擔心 更勝於自己 天下父母心難免害怕疫苗的副作用 最近兒科醫學會發布聲明 表態支持兒童接種疫苗 而現在世界各國授權使用給 6到11歲族群 是莫德納和BNT兩種MRNA疫苗 美國是去年12月底的時候 開始進入Omicron的流行期 那他們統計到今年2月底的資料的話 CDC釋出一個公告就是將近400人兒童 因被COVID-19感染相關入院的一個數字的話 發現有87%的小朋友是沒有施打COVID-19相關的任何疫苗的 那在所有的住院病童中有高達19%的病人會需要助加護病房 隨著台灣進入Omicron大流行 兒童接種疫苗除了自身防護 也能保護家中5到6歲以下的嬰幼兒 因為他們還沒有疫苗能施打 12歲以下的兒童當真的在照顧這些確診兒童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困境就是目前現在能夠用於預防中重症的一個口服藥物 目前都是沒有12歲以下的一個許可證 甚至也沒有緊急授權的狀況 醫生提醒正在發燒有急性感染的小朋友不適合接種疫苗或是對疫苗成分過敏的族群 以及已經感染新冠肺炎的孩童至少要隔三個月以上才考慮接種 而打疫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 像是氣喘呼吸困難全身紅疹 超過48小時高燒不退 還有注射的14到28天內 如果有胸痛心悸心律不整呼吸急促等疑似心肌炎等症狀都要趕快就醫 而台灣即將面臨Omicron大浪的考驗 守護好醫療量能才能讓中重症病人獲得好的醫療照護 兒童打疫苗能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重症風險 家長可以評估孩子身體狀況做決定 大家一起齊心打贏這場戰役 TVBS新聞謝謝新王一傑特報道